来 处长 你怎么去开会啊 什么会啊 早上我来的时候 看见局长和两个副处长 都去会议室开会了 我还存不着 你是不是也去那儿开会了 那可能是 跟咱黄花春没有关系吧 处长啊 这话呀 本来我说不说都可 可绝对不说呀 实在是对不起您一直啊 对我的栽培 是吧 您知道在咱单位啊 光有能力和工作啊 这不够啊 您知道 处长 就那位 就那副处 最近这跟局长啊 走得近着呢 我已经连着两天啊 看见他下班不回家 等着局长一块走 可就怕这以后啊 这感情那分 咱局长不是一直都有 和实业联姻的想法吗 您二哥 又是大老板 这事啊 就好办了 让您二哥出面 和咱局长一搭线 那您以后再局长演中这分量 可就中了去了 那我二哥一个搞房地产的 跟咱们也没有直接业务联系啊 这文化搭台 还经济唱戏的事还少吗 这多联系联系 以后咱们不就有业务关系了吗 这事啊 您得考虑 让您二哥出面 请咱局长打个高尔夫 那咱局长是什么人 他一定能明白您的苦心呢 对了 这个文件呢 我看完了 您拿回去吧 好嘞 好嘞 您先忙 我先走了 好 好嘞 您好 您好 好啊 怎么样 师傅 你看人家这店这么大这么好 你说能要我吗 咱也好啊 咱也不差啥呀 走 别忘了咱们那软实力硬实力呀 我穿得行吗 就职业女性嘛 特别职业看见 自信 您您请 您那还有陈总 这是我们的 指线 调音乐 我给了布 给小林吧 那个加班的那个工作服 我放家里了 谢谢啊 坐 那个 昨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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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发生过 好吗 因为昨天的我 不是真实的我 我希望您忘记它 可以吗 哎 好 大哥 好 早 哎呀 好久没来了吧 还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啊 这极端设为就是不一样 大哥在你们行政部呢 是啊 安排在新闻手机下干活 那太好了 这朝夕相处 一切就有可能了 二哥 昨天晚上大哥跟我说 你们那新总监和那小男朋友断了 还是大哥把他送回家的呢 是吗 我一听心里就乐了 这样的话 那新总监的这个状况 不就更靠近大哥了吗 好啊 看来老天爷在帮咱们 咱们也加快点步伐 咱们觉得这事把他们太急 哪天呢 你把他们俩约到一块 你也参加 你呀 想办法 把他们俩拉到这个话题上来 注意观察他们俩的态度 我看行 这个办法不错 来 喝点 俩拉哥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那个 你能不能哪天 请我们的州局长 去打个高尔敷球什么的 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了 这不是我们处里边提个正处吗 提个处长 我们这个州局长啊 特别喜欢和这个企业有联系 你要是给他这个面子 那将来我在局长那块 地位就不一样了 到竞聘的时候 没问题 等等 妈 小事吗 那 那我就不在这儿待了 我从班上来 我就回去 行行 好 那忙你的就吧 好 好 到竞聘 早 那你慢点啊 别送了 好 慢点啊 喂 喂 副总 你跟咱家老三他们领导联系一下 过两天啊 我想请他们局长打一场高尔夫球 你安排一下 好的 我知道了 另外 晚上你定一个好点的包间 我先请我大哥吃顿饭 好 定三位 你也去 对 去办吧 好 副总的电话啊 他要晚上跟你一块儿吃饭 那我也去 不想去是吗 是啊 在一起吃饭 我没什么主谈呢 带着瞪小眼 我去 上班挺多的 我边休息的 我陪他去就完了 你说呢 我去吧 你去吧